第80個警察還有刑警都圍著我們 我們是犯什麼法 自稱是被害者 北市斯文里不同義戶 硬闖18號早上三崎都更的開工典禮 要向柯文哲討公道 如果說是你們的店面11米的道路 你們要不要到12樓 要不要到6米巷弄 分配條件談不攏 但反對戶會如此憤怒 是因為17號台北市府 依照都更條例 第36條的強制拆除規定 破門進入最後四戶不同義戶家中 強行做打包清除 由於住戶當時都不在屋內 就痛罵市府是強盜 雖然有一些他不滿意 但是至少沒有沒有案盤 沒有黑幕 因為全部都每一戶拿多少錢 分多少錢 這全部都公開透明 強制清空拆除 可疲表示絕對合法 因為根據都更條例第36條 當實施者通知拆除日期時 所有權人有30天去做自行遷移 30天過後如果還不走 政府就有權利自己動手 也不用為住戶物品負責 住戶要先來舉出證據證明說 他有貴重的物品在裡面 而且也遭市府搬遷的同時 來去做儀式 那這些費用的部分 市政府就可以從將來要去 給他們的補償金裡面 來去做一點扣除 四溫里三期整齋興建 屋齡超過50年 18年前就喊出公辦都更 柯文哲上任之後 花了兩年半整合 全案耗資9億元終於啟動 也讓他感觸很深 這個缺點你知道 感情太豐富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那些居民 他就當作 你是要再來騙的 我說不會不會 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認真做 所以四年前的承諾 你知道我們今天有實現 順利完成都更里程碑 柯P也希望 藉此順勢推動 接下來的一期二期 讓所有住戶 都能早日回新家 東森財經新聞 李仲祥潘育全 台北報導